讓它凝固 對 完全凝固的一個狀態 那在待會兒的節目當中 我們會教大家做最後的裝飾 不過先休息一下 稍後再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歡迎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今天可愛的佳穎教我們的 巧克力布丁真的是很簡單 巧克力細菇米布丁 剛剛前面就是廣告前 教大家已經到了入魔的步驟 我手上這個是還沒有凝固的 所以它還有一點點像 流汁的狀態 但是這邊來看 佳穎這邊有幫我們準備冰好的 這個好像冰淇淋 對… 顏色也會變比較淺一點 所以一定要冰到這樣子 完全凝固才可以 這個狀態才是OK 在最後的裝飾上面 還可以再加一些 比較華麗的吃法 但是在這之前 我們要先請佳穎來幫我們回顧一下 今天教大家的 巧克力細菇米布丁的做法 我們先來煮巧克力的部分 就是用牛奶 然後細砂糖 還有香草豆莢 還有奶油 先把溫度加到80度C 把奶油跟砂糖融化 接下來要加入吉利丁片 跟巧克力 攪拌融化 全部攪拌融化之後要過篩 過篩之後要冷卻 冷卻的過程中 可以加入西谷米拌勻 就可以把打發到六份發的 鮮奶油拌均勻 就可以入模 最後就是入模的動作了 但是在西谷米的部分 記得要先煮好 所以西谷米的煮法 也幫我們回顧一下 對 很簡單就是用開水 熱開水 煮沸 煮10分鐘 用中大火煮10分鐘 就是讓它滾10分鐘 對 滾10分鐘 接下來你就是把火關掉 燜15分鐘 就把水瀝掉 瀝掉之後去沖冷 冷的熟的開水 這樣就可以了 好 但這邊我個人要再提醒大家 一定要記得水煮開 再把西谷米放下去 因為我曾經 上一次麗玖老師在教的時候 我也說 我曾經就把它煮成一鍋醬糊 因為水還沒有開就放下去 所以一定要注意 因為西谷米它就是要真的 就像下水餃一樣 你沒有不能冷的水 就放下去 這邊的一些小步驟 要提醒你之外 要請佳穎來教我們說 最後還可以在上面 做一些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上面可以淋上一層 融化的巧克力 妳是說巧克力切碎融化以後 直接淋上去嗎 對 這樣子增加它的口感 三層的口感 所以這邊看到 因為西谷米有一點點重量 所以它會稍微地沉澱到 底部的這個地方 上面的話可能就是像這個 剛剛煮的巧克力牛奶 因為加了吉利丁 就會有像慕斯的口感 最上面的時候 剛剛佳穎就教我們說 我要再薄薄的一層巧克力就可以了 然後你就把它這樣子淋在上面 可是巧克力淋上去之後 還要再等一段時間的 對 等它凝固 對 所以凝固以後就會變成 硬的巧克力的口感對不對 對 好 等它凝固了之後 這邊有事先凝固的這個 就是已經做好的這邊 還可以再做裝飾 這樣子還不夠 我們還要再更進階 更華麗 這個是什麼 這是鮮奶油 打發的鮮奶油 你就可以放上草莓 或者是其他可以裝飾的水果 就是你喜歡的水果 對 的方面 你就是把它擺上來 好漂亮 這樣就很可愛 其實這樣子就很像飯店 對 它Buffet的點心都會做得這樣子 很精緻 然後一個一個 上面可以刷下果膠 比較漂亮 杏桃果膠嗎 對 杏桃果膠 就是常常用的果膠 這樣也可以保濕 但是要記得 果膠的比例要先跟水 先煮開嗎 先1比1的比例 1比1的比例 把果膠煮融化了之後 再把它上在水果的表面 讓它亮亮的這個感覺 好華麗 這感覺就是 可以 譬如說你在家裡辦Party的時候 就是放出來 然後大家可能會以為說 你是去買的 去買的 你就可以很驕傲地說 這是我自己做的 對 接受大家的歡呼還有掌聲 那妳說刷上果膠 要刷厚厚的一層嗎 厚厚一層 或者是刷上兩層也可以 這樣就完成了 它如果有薄荷葉 可以放薄荷葉 對 最後還可以在裝飾上 薄荷葉在上面 看妳要裝飾什麼樣子的東西 都可以 對 都可以 好漂亮 給大家看一下 這真的就很像 五星級飯店裡面的點心 而且又很簡單 對 很簡單 其實要做慕斯 只要說你吉利丁的比例抓好 然後你在這個中間的過程說 材料應該準備的都有了 其實一點都不難對不對 對 好 現在最重要的時刻就是 我們要來試吃 好 所以我要來吃吃看 對 上面好 上面 所以上面就是硬硬的感覺 然後下面是軟的 對 然後我要挖到一點那個東西 它其實很 就是中間還很… 很軟… 冰淇淋的感覺 對 好 我要來吃吃看下面的那個 西谷米 西谷米 上面那個巧克力搭上慕斯 很像冰淇淋的口感 冰淇淋 對… 如果你搭一點西谷米的話 你就不會那麼膩 沒有說巧克力或冰淇淋 吃太多會膩 所以下面那個西谷米 吃起來就是一顆一顆 一顆QQ的 咬下去會有QQ的口感 其實這樣吃起來真的很像 介於慕斯跟冰淇淋的東西 如果再把它冰久一點 更冰一點就會像冰淇淋 那種冰不要那麼久的話 就會像巧克力慕斯的感覺 而且真的很簡單 很簡單 就是利用簡單的材料 就可以變化出 看起來很華麗的點心 所以今天點心也大成功 也很開心說在 喚醒跡象的第一天 就邀請到佳穎來到現場 所以之後 也期待說帶來更多更好吃 更美味的點心 給我們今天去佳穎來到現場 謝謝 下禮拜見了 拜拜 下禮拜見了 com accept 附近 海後 我又是死人的 不舒服 有些生命的 過程 佳穎 臉 有些人 拿來 去 不舒服 冰淇淋 我們 走 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